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个向量的终点与它们的试点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话 就称这三个向量不共平面 这时候这三个向量会形成一个平行六面体 我们称此平行六面体为由A向量 B向量 C向量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 可以将它想象成由B向量与C向量所展开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底面 再沿着A向量平移而形成的柱体 平行六面体有六个面 每个面都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熟悉的长方体与正方体都是属于平行六面体 那要怎么求平行六面体的体积呢? 这个就跟之前影片讲过的外积有关 我们先来复习之前学过的外积吧 一致空间中两向量 A向量等于2-1-1 B向量等于1-3-1 求A向量xB向量 答案为-4-1-7 刚刚提到 我们熟悉的长方体是平行六面体的一种 而我们以前学过 长方体的体积公式为 底面积再乘以高 其中底面积也就是底部长方形的面积 这里的高是上下两个长方形的距离 事实上 所有的柱体体积公式都是底面积乘以高 而高是指两个底面的距离 同样的道理 平行六面体是以平行四边形为底面的柱体 它的体积也是底面积乘以高 这张图中的底面积就是 B向量与C向量所张的平行四边形面积 由之前学过的向量外积可以知道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等于 B向量与C向量的外积的长度 也就是说 底面积就是B向量与C向量外积的长度 来复习一下 用外积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吧 以致空间中两向量 1、2、3、3、1、-1 求这两个向量所张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答案为5根号6 汇求平行六面体的底面积后 接着我们来看平行六面体的高 这里我们设平行六面体的高为H 平行六面体的高H 就是上下两个平行平面的距离 也就是说 这个高会垂直平行六面体的底面 我们之前也学过 B向量与C向量外积所得到的向量 与B向量C向量都垂直 这时候 我们设A向量与B向量C向量的夹角为θ 现在这个图形是θ为锐角的情况 如果θ为顿角的话 平行六面体会长这样 接下来为了方便说明起见 我们以θ为锐角的图形来解释 这个平行六面体的A向量 与B向量C向量的夹角为θ 其中θ为锐角 这时 利用高一学过的三角比 就可以得到高H 等于A向量的长度乘上cosθ 因此平行六面体的体积公式 从原本的B向量与C向量的 外积的长度乘上H 可以化为 B向量与C向量外积的长度乘上 A向量的长度再乘以cosθ 又因为两个向量长度相乘 在乘上夹角的余弦值 就是两个向量的内积 所以我们可以将平行六面体的体积公式 化为A向量和B向量C向量 这个向量内积的绝对值 这里为了方便说明起见 所以图形以θ为锐角来解释 事实上 当θ为顿角时 平行六面体的体积一样是 A向量和B向量C向量这个向量内积的绝对值 同理 上述球体积的过程 如果拿C向量A向量所张的平行四边形当底面 可以得到公式为 B向量.C向量xA向量的绝对值 如果拿A向量B向量所张的平行四边形当底面 可以得到公式为 C向量.A向量xB向量的绝对值 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公式 球空间中三向量A向量等于221 B向量等于2-11 C向量等于131 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 B向量 利用平行六面体的体积公式 可以得知体积为 A向量.B向量xC向量的绝对值 先求B向量xC向量 也就是2-11外积131 得到-4-17 此时A向量.B向量xC向量 可以化成221内积 -4-17 得到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等于-3 最后-3取绝对值等于3 所以这个平行六面体的体积为3 想想看 如果空间中三向量k01-12-2-12-1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为6 你可以求出k的值吗? 答案为 答案为k等于1或-5 想想看 如果空间中三个非0向量 A向量B向量C向量共平面 那么A向量.B向量xC向量的绝对值会是多少呢? 如果空间中三向量k01-12-2-12-1共平面的话 你可以利用平行六面体公式求出k的值吗? 答案为 第一题 A向量.B向量xC向量的绝对值等于0 第二题 k等于-2 在空间中 由三个不共平面的非0向量 A向量B向量C向量 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质体积 等于A向量.B向量xC向量的绝对值 也就是 先将B向量和C向量做外积 再与A向量做内积 最后再取绝对值 这个单元 我们利用综合应用项量的内积和外积 来求三个向量所张成的平行六面体体积 之后我们会再介绍 平行六面体体积 也可以表示成行列式的样子 大家继续加油!